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领虐,加入诈骗集团,该谈台湾人诈骗东南亚到台湾卖淫,徐国勇说柬埔寨那么穷,都好,分享,8月12,2022,台湾年轻人被以高薪卫而诱到柬埔寨,遭到许多非人待遇,据传有被迫诈骗,殴打乃至还有被摘器官的说法,内政部长徐国勇说柬埔寨那么穷大家别信,刚好我看到公事报道台南人蛇集团诱拐23外籍女来台卖淫报道,正是台湾人利用利用越南,泰国女子 想来台赚钱的想法,先出资让他们以合法打工入境,再游说卖淫还债,在柬埔寨与在台湾发生的事只是地点不同,但凶手都是台湾人,图片说明,公事报道台湾人蛇集团犯罪新闻,王姓主贤,前排中,为首的人蛇卖淫集团,以多个人头身份租下大量日租套房为色情交易场所,设下重重门锁及监视器,以一楼一缝的方式卖淫,记者绍兴杰翻社,因此,我们来看内政部长徐国勇的说法如何不当,他说,柬埔寨国民所的 一年才约1500元美金,台湾3万多元美金,今年底都能超越韩国,是检国一5到20倍,怎么可能这个这么穷的国家,一个月给你6,7万薪水,还包吃包住,有这种工作机会,柬埔寨人早就拿走了,还轮得到你,你又不会讲柬埔寨话,凭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高薪,你有什么特长,这一听显然就是诈骗,我的看法,一,内政部长徐国勇认为台湾3万多元美金,今年底都能超越韩国,但一般人跟所谓3万多元美金以上的年收入就扯得上关系, 徐国勇以为台湾有多少人能领到一年3万多元美金的年薪,内政部长徐国勇经到家事警局,欲勿受骗上当附检普债,记者林博华摄影,二,正是台湾普遍收入不高,纵然在徐国勇的想法以为台湾人均收入有3万多元美金,但那是郭台民们与一般人平均的结果,徐国勇怎么能以此认为台湾就必然比别的地方有优势,三,从台湾屡屡发生人蛇集团诈骗的情况来看,无论是台湾人诈骗越南,泰国人到台卖淫,或 是台湾人骗台湾人到柬埔寨,更或是美国ART检举台湾人口贩运到美国卖淫,这些不都证明其实台湾才是源头 台湾的官员面对诈骗及人口贩运,说法只有台湾经济很好如台湾3万多元美金,今年底都能超越韩国,要不然就是柬埔寨怎么可能这个这么穷的国家,不去思考为何这么多台湾人进行人口贩运的工作 台湾人人口贩运的问题,其实早就是几十万几十万人及多年以来惯行了,例如压迫外籍看护不能放假必须24小时寸步不离在被照顾者旁,或是血汗鱼工被强迫劳动被国际认证,这样的台湾文化,正是养出如此多人蛇集团的根源 台湾官员如果还一味幻想今年底都能超越韩国却不去看台湾的真相,台湾人未来被诈骗,或是台湾人人口贩运各国人的犯罪,还会层出不穷的发生下去 Blackjack2022年8月12日,欲误上当赴检普债徐国勇,这么穷能给七万新包吃住,2022年8月11日时四点整联合报记者,林博华,李宗佑,嘉义及时报道 内政部长徐国勇今接连到南投